請問你,如果你在船上八天七夜查通性 星期二適合駕駛, 星期三適合請客, 星期四適健身 請問你,如果要選擇一天賭錢的話 請問你,如果要選擇一天賭錢的話 星期二是多少? 當然是星期六, 因為是鹿兒島 剛好我們來到鹿兒島 將會坐我們今天比較長的一程巴士 大概一個小時多一點 會展開我們今天的行程 Diamond Princess吃得好、睡得好 所以特別精神, 準備出發 Nishi Oyama JR Station Japanese Railway Station Ita Sazuka 胸を攻める今宵 アロハウェ We are waiting for your coming again Thank you 一般來說,拍這些旅遊特輯都很安全 但我現在真的有多少冒住生榮危險 為何在奴兒島紫宿市這麼漂亮的湖前有什麼危險呢 這裡是除了尼斯湖之外 亞洲區相傳其中有水怪出沒的湖 最厲害的是1954年時 有23位目擊者一起都看到一隻大水怪出現 那隻水怪是怎樣的呢 跟尼斯湖的長頸有少許不同 但是科學家就在研究一下 派一些歪人進去 到現在都找不到什麼 但是這個湖相傳有水怪的 不過也有專家說 水什麼鬼的怪 只不過是一條很大的鰻魚 怕那一塊鰻魚飯 都夠了23個人吃都不奇怪 我們這群人之前的導遊花了十多分鐘 又說這個水怪的歷史 又說水怪博物館 又說鰻魚博物館 博物館 叫他們出去拍了三分鐘 都沒有那個人進來掃貨了 別妨礙我, 我也會買的 快點 出現這樣 好! 就是了 對 看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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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直接拍的 這裏就是日本最南的鐵路JR線 日本在南沖繩怎麼計算呢? 沖繩是沒有火車的,只有單軌車 所以這裏就是日本最南最南的火車 但其實聽我們的導遊說,很少火車來的 但後面是一個垂火山 對上一次爆發差不多1300年 看來也有排分 這裏就是日本最南的車站 而這個最南的車站前面 亦有六兒島最南的油桶 很多情侶都會寄信給自己 因為油證局會有不同的祝福語 印到信封 所以這裏叫做幸運油桶 這裏就是日本人的許願方法 在木板上寫下的日子 一些祝福語 於是許願 那毛尼拉衛在車站前面 許什麼縣呢? 這邊看不到 我要轉頭那邊告訴你 這裏就是開運風水石 一位高人說 在這裏本身的山是不應該有這些 好像玉的石 他們建了出來之後 就變成了他們用來許願的一塊開運風水石 所以原來八塊石都可以改運 這裏就是長崎壁公園 長崎壁公園 長崎壁公園遙望著 剛才跟你說過的垂火山 其實這裏也是日本其中一個最大的傳說 葡島太郎的發源地 話說這位小朋友 心地好 見到有些人欺負一隻龜 然後趕走那些人 然後這隻龜 布恩 遲不去找海龍王 然後送了一個補盒給他 條件是你不可以開 結果葡島太郎做了一個白髮 也沒有開到補盒 補盒在哪裏呢? 帶你過去看看 這位就是葡島太郎 當初就是救了這隻龜 到今時今日 這裏的人都要許願 怎樣許願呢? 就找個遣殼 遣殼是寫什麼? 在裏面寫下了你的願望 寫下了一個願望之後 你就會跟著我這樣做 首先放下它 然後就走兩個圈 一個圈不行的 要走兩個圈 走完之後 因為時間關係要快一點 走完之後 就摸一下龜頭 這次真的摸龜頭 摸一摸它之後 然後 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補盒 還要捐錢 你不捐錢 願望怎麼會成真呢? 接著許個月 葡島太郎就會令你願望神言 看見了 Kaimonduket 就是這個碎火山的日本名字 或者叫做 陸兒島富士山也可以 山形也有點像富士山 但因為這裏中年 大概是18至20幾個度數 夏天更加高達30幾度 所以山頂就沒有雪了 但是這個燈塔的環境 非常非常漂亮 你看到很多的岩石 怪石鱗殉 因為這些大部分 都是火山的沉織岩 或者火城岩都有 好了 在這裏繼續享受一下 陸兒島讓我來十二於分 來到日本 雖然你見過穿薄薄的衣服 但是很舒服 加上這裏的人聞風樸素 絕對是一個一定要來的日本 一個很漂亮的南部城市 其實日本的行程 購物這個最後一站 因為我們明天 將會去到韓國的釜山 然後海上澳遊一天之後 最後就會回到本州的清水 之後就完結我們的行程 所以最後衝刺 就要來到天文館購物街 這個天文館購物街 就是因為以前這裏有個天文台 所以來到陸兒島的朋友 記得進來吃東西和購物 我帶你去什麼卡牌 麻煩你給他Gm F7殺我 麻煩你 當年雙戀而眾人 大家聲情緊 早中愛近結親密 心心相忍無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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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在這個全部憑記憶的情況之下 都起碼中了九成的歌詞 這就是陸兒島櫻島火山 在11月17日 大規模的爆發 火光紅紅 其實它全年 就是今年來講 有三百天來講 都是在噴煙或爆發 屬於活火山之一 警報火山有五級 我們現在是三級警報 意思是在兩公里範圍以外都安全 我們已經完成了 我們在日本的第一階段行程 明天就會去到韓國的釜山 之後就會再次一日 最後會回來日本的清水 總結我們這次的行程 這個時候 銀樂隊準備奏樂寬訴我們 唉,真的捨不得了 今天沒有時間在這裡逛街 然後再次探討 我們下一次